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比美开始。温婉花仙子和时尚玉姐,迪丽热巴VS鼓励那扎你pick谁? 新疆美人成不欺我。作为我国最大的自治区,新疆地势辽阔,物产丰富。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那里的人没有江南水乡般的清雅,有的近视大放和热情,就如新疆人的美一样,明艳耀眼。 在娱乐圈这个不缺大美女的地方,新疆明星绝对占一席之地。 佟丽亚、迪丽热巴、古丽纳扎和哈尼克兹都出自新疆,并且是大家公认的大美女。 曼妙的身姿,颇具抑郁时尚的长相,谁见了不惊叹一句很绝。 其中,最容易被大家拿来做比较的就是迪丽热巴和古丽纳扎了,说实话,她俩的美真的不分伯仲。 近日,两人分别出席活动,又为大家贡献了一场美貌盛宴,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。 首先,迪丽热巴工作室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一组梦幻明媚写真兆,热巴一洗抹身材碎花叶的长裙,黑发高束,温婉动人,绚烂绽放,宛若花仙子。 这身材这颜值,只能说木了木了。 而迪丽热巴在出镜中的状态也非常抗打。 同位新疆小花的古丽纳扎身材炎,只也是双双在线。 皮肤白皙,气色红润,时尚十足,举手投足之间皆是时尚。 不得不说,姐姐真是杀我。 而就在9月2日,古丽纳扎出席某品牌活动时,也以她绝美地容貌引来大家的惊叹。 一身吊带黑长裙,名谋好齿,烈焰红唇,还有被奉为女神标配的黑长植,实在让人很难不心动。 总有人把娱乐圈女明星之间的相处看城市后宫真环传,同台比美,一较高下。 但毫无疑问她们为我们贡献了一场颜值盛宴,所以,百花齐放又有何不好呢? 迪丽热巴女战士造型,大家觉得这个造型如何? 谈到迪丽热巴,每个人都不再陌生,作为新疆的美女,她在外表上拥有独特的优势。 迪丽热巴的父亲是新疆歌舞团的独唱演员,她受到父亲的影响,对各种艺术作品都非常感兴趣。 并积极要求学习钢琴、舞蹈、小提琴、吉他等乐器。 当时迪丽热巴只有9岁,她的父亲带她去了一所艺术学院接受考试,当时,她以为自己是业余爱好班。 被录取后,她发现这是一所专业的舞蹈学院。 迪丽热巴也开始了6年的全国舞蹈和芭蕾舞专业学习,毕业后并成为新疆歌舞团的舞者。 过去几年中,舞蹈技巧使迪丽热巴的气质比普通人好得多。 而且她还在娱乐业中,为中国发展奠定了基础,迪丽热巴的第一部剧中在红色革命戏剧中担任主演。 这是她的第一部个人影视节目,其中扮演了一位美丽而善良的女性主角,她敢于爱,敢于恨和渴望自由。 在随后的作品中,迪丽热巴扮演了异国情调的美女,这也与她的外貌相符。 对于这种异国情调的美人来说,每个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外观。 迪丽热巴完美地诠释了什么是异地美女,尽管娱乐行业中有很多美女,但像迪丽热巴这样的美女很少。 迪丽热巴第三阶段预告片VCR曝光了,改变了过去的性感和可爱外观。 这次迪丽热巴成为未来的女战士,造型美观,真实生活造型,技术感十足。 尽管我知道迪丽热巴的面孔和气质都很好,但我仍然对效果图感到惊讶,在照片中。 迪丽热巴穿着吊带裤,到肩膀的头发清新而性感,小脸和大手掌,精致的五官确实看起来像人类。 尤其是当她侧身时,直男都沸腾了,我没想到迪丽热巴会有如此出色的表现。 我真的没看到,看到迪丽热巴甚至可以处理这种风格,我更加期待她的表演。